好,瑞穗香是全台文旦又最大的产区之一 面对年年升高的产销压力 瑞穗香农会也积极多元的开发 在国品产销之外 今年首度结合产商业界厂市 文化又精油萃取 或者是诱花香氛等等的加工领域 创造产业多元的方向 能够进一步提升文旦又的农产的产值 以冷冻保鲜的文旦又花以及又皮为原料 透过红铜锅低温淬炼 取得台湾市场上稀缺的又花精油 不到40分钟就满是新香 萃取出的精油质量也不差 瑞穗香农会对于文旦精油萃取加工也更加有信心 在蒸馏上面它除了可以让精油的品质更优化之外 它可以收取的更多的小分子 不会被一般像说热气给被花掉 谢佩奇指出台湾农作物丰富多样 尤其瑞穗地区文旦又产值全国第一 相对柚子皮或柚花产值优良 若能进一步开发生产就能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而为了有效因应在地文旦又农产年年升高的产销问题 瑞穗香农会更积极多元开发 工与善期势必先立齐气 总干事黄胜黄说 就能够优化文旦加工精油萃取的产能质量 这套设备经过我们试验之后 它所萃取出来的精油 感觉上比我们之前用冷压的方式 要纯度要来的高 而且也比较纯净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提升 来加强我们精油的一个质量 那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过去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精油的部分都是以公升在伴售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质量的提升之后 我们也能够打入这个芳香圈的这一个市场里面去 用稀稀素来伴售我们的文旦精油跟诱花精油 那提升我们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经济 多元开发文旦油农产加工品 农会计划以文旦油独特且目前台湾市场最稀缺的 优化精油来发展 县议员林玉芬也特地前来关心 希望能够协助共同发展提升 瑞水香的文旦油农特产 文旦花的这个花香 还有就是这个文旦皮可以拿来做精油 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期待我们农会未来的成果 那今天要来这样的一个萃取 我们有闻到花的香味非常清香 感觉非常舒服 那也让我们的这个头脑非常清新 那也看到他们在做这个柚皮的这个萃取 精油的萃取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推广瑞水香主要的农产业 农会近几年来开创的文旦油路跑活动 成功带动地方农产休闲运动的经济效益 身在稀缺精油、液态黄金的宝山内 农会也积极多元开发 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文旦油的农产产值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